另一方面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7号也在曼谷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这也是两国领导人时隔三年再度的面对面会晤 习近平说 两国之间拥有很多共同利益 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 也不会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赴曼谷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天晚间 他在下榻酒店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晤 这也是两国领导人时隔三年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习近平和安田文雄在两国国籍前握手合影 气氛融洽 习近平还在会谈中表示 中日互为近邻 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 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 也不会变 同为亚洲大政策四个政策文件 和一系列重要公职 各有交流合作 成果公愁 这些国人民败败的重要公职 也促进了地区的和平 发展 繁荣 当前的 世界介绍新的动荡 并得起 中日作为既有 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 并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 也不会变 国家国民一道 并是政治家的侧任担当 从战的条路 把握好两国关系的大影响 构建契和新时代要求的国家关系 习近平强调 双方应该以诚相待 以信相交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总结汲取历史经验 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 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 设计两国关系 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 必须重信守诺 妥善处置 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 也不接受任何人 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两国应着眼各自长远利益和地区的共同利益 坚持战略自主 慕邻善邻 抵制冲突对抗 共同把亚洲发展好 建设好 应对全球挑战 爱庭文兄也在会谈中提到 日中作为敬临 互不构成威胁 需要也应该和平共处 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实现日中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台湾问题上 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 没有丝毫变化 双方还一致同意 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 增进政治互信 推进务实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加强国际地区事务协调合作 构建契合性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 中日领导人时隔三年在曼谷实现了首度线下的会晤 为重启两国高层交往迈出重要一步 不过中日之间仍然面临在台海 钓鱼岛 以及历史领土等问题上的多重挑战 未来两国关系如何改善 还确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具体行动 凤凰卫视 巧闻 周明亮 后友运 泰国曼谷报道